嗨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玲 我现在已经在越南的首都河内 本来这个视频是要在国内拍好的 但是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一直很忙 所以一直到现在才拍这个视频 先来说一下我为什么要来越南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机票很便宜 因为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打开机票网站上面发现 福州非南宁的机票只有300多 然后当时我就想了一下 挺有吸引力的 越南河内是可以用来放松一下的地方 所以我当时果断的买下了这个机票 然后从南宁过境到河内 其实只要花费不到100块钱就可以做到 我昨天试了一下 但是很遗憾失败了 因为是春节期间 在中国国内就是按照我原定的计划 但是到了越南之后 它的价格翻了两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首先我说一下河内这个地方吧 如果是旅行的话 我比较喜欢河内 对比清麦来说 其实清麦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清麦慢慢的已经失去了 那个它原有的味道 大部分的本地人都已经搬离古城了 河内有一点不同 它是跟就是越南人生活在一起的 你去36行街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就卖各种生活用品 就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他们这边的一些越南文化 然后我住的地方是在36行街 每天这边都有川流不息的人 然后各种小山小贩 然后各种小摊小吃 这个就是他们本地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旅行者 应该是比较喜欢待在这个地方的 我觉得我在河内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喝个咖啡 吃粉 下面说一下我在越南期间 我带的一些装备吧 先说一下拍摄的装备 这个 这个大家都认得吧 可以说 这个非常好用 特别在越南 你们知道越南其实 它并不是很安全 飞车胆很多的 我朋友前两年在越南的时候就被抢过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设备 你可以握在手里 就不容易被抢 然后街上拍的时候也非常有隐蔽性 就没有那么尴尬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 就是它的电池非常小 所以它很容易就没电了 然后这个电池又不能换 所以我又另外有一个这个 这个成为了我的备选 街上走的话 它拍出来的画面抖动感非常强 只有在固定的时候 它的成像效果才比较好 我还另外准备了一个手机支架 就是现在我架手机的那个装备 我还买了这个补光灯 不过最近也没有用过 其实晚上的时候 昨天晚上是一条 晚上的时候用这个OSMO Pocket的话 它的感光度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要加这个补光灯 但是加这个补光灯实在太麻烦 目前来讲 这个Pocket的收音效果 和现在手机的收音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麦克风 我也很少拿出来用 只有在人群 就比如说就在我去的地方 特别吵杂的时候 然后我拿出这个麦克风 然后再说一下我的一个生活装备 我这次带了一个这个 这不是保温壶 这是烧开水的 这是电线 然后拿出来 就可以烧开水 可以这么说 这个如果你去国外旅行 去东南亚旅行 觉得可以带一个这个 因为他们这边没有热水 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是 你的签证和手机卡 签证 现在越南签证是非常方便的 两百块钱就可以搞定 只要把护照 你只要把护照拍照发给他们 然后加上照片 然后隔天就可以出签 他们的签证是另外已付一张纸的 他们不会在护照上面留下任何的印记 然后再说一下手机卡 手机卡我也是在某宝买的 不到50块钱15天 然后说一下我这次在越南的一个计划吧 这几天我都会在河内 然后过几天去沙巴 沙巴待几天吧 下面说一下春节来越南的一些注意事项 大家都知道越南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 我觉得春节来越南的话 你在河内你必须要注意的是 尽量少乘出租车 如果要乘出租车的话 你要在手机上下一个grab 用grab来打车 因为这边的出租车真的很乱 我去年在我千两年在越南 可能坐三次出租车 有三次都会被载 所以大家要小心 特别小心出租车 另外一个是要小心摩托车 他们这边摩托车是非常多 而且速度非常快 他们这边摩托车是不会让人的 车也不会让人 所以过马路要非常小心 另外一点是 你走在街上的时候 不要把手机 就不要把手机拿在手上看地图 一定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摩托车 飞车档也是很多的 那以上这些呢 其实河内还是一个非常适合来旅行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转发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